大家好,我是格子 我们都知道美国的疫情非常严重 那截止到现在,确诊的人数已经突破了140万 那随着疫情的不断蔓延 民众的恐慌情绪也在持续的升温 我们可以看到,由于疫情的出现 有很多的国家出现了抢购潮 那由于现在美国大部分的企业都面临歇业的状态 所以很多美民众都担心 如果有一天食物供给不上了,该怎么办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民众大量的囤积枪支 这样就给美国带来了很多不安全的因素 因此很多人对美国的治安感到担忧 那除此之外,更让人担忧的就是 美国的失业率在不断的攀升 我们都知道,由于美国疫情的严重 很多娱乐场所还有商场都全面歇业了 就连迪士尼这样的大公司也宣布全年无薪休假 我们都知道美国人的消费习惯 和咱们中国人不一样 他们没有储蓄的习惯 甚至提前透支 由于疫情的影响丢了自己的工作 现在有些人生存都难以维持 所以这也是老特为什么长着 要尽快复工复产的原因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的疫情在不断的恶化 确诊人数在不断的增加 失业率在不断的增加 枪支的交易量在不断的增加 也就是不安全的因素在不断的攀称 所以这三组数据的不断飙升 使美国迎来了最佳灰暗的时刻 这无疑也使很多美民众 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 好那朋友们 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吗 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留言区留言 咱们相同交流 ernhetographicijn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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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